诸位 打你们一进门 我就一个个的看你们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们都变了 变老了 变得有白头发了 变得穿金带银了 变得绫罗绸缎了 但是 现在有人看上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眼红 想抢走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家当 我们说该怎么办 哥 你就说咋办吧 我们都听你的 对 听你的 我回想了一下 打民国二连 我们修的第一条渠义和渠开始算起 我们从来没向官府要一两的银子 相反 官府的官员就像走马灯似的官 我们是好吃好喝 给钱给他 恰恰 今天来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金生水的外甥 问我要两样东西 一个是水渠 一个是地 哥 别理他 那金生水渠都败成那样了 咱还怕他外甥不成 依我看的 他那个外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 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是好东西 不是好东西 还要是问我要别的呢 还可以上 唯独这两样东西 这是我的命 是我这么多年拿命换过来的 所以我今天把诸位请过来 我就想问 这么多年好吃好喝的 你们还有没有这个胆量 我记得当年黄锦秀抓我的时候 你们是点着火把去救的 愣是把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黄锦秀 给吓回去了 把我给放 那么今天 遇到了这种事情 你们还有没有这个胆量 大伟哥 杀人不过头在地 跟他们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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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考不考 过去是黄锦秀 现在是官府 咱们不能来 来应该要吃亏啊 洪先生 这官府向来是吃软的怕硬的 咱们要是跟他拼了 他保准就服软了 照这样下去 咱金人的军粮就不用交了 那太好了 说实话呀 这每次交军粮我都心疼呢 咱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 凭什么白白给他们呀 要我看 结果要我什么都不给他们 不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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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既然大家伙有这个胆量 那我就什么都不怕 他鲁清贤不是送我一个匾吗 今天我还他一个匾 我还他一个匾 打开 这不怕关 不怕关 没有 这 你说这 这 后套不怕关 把这个送到省主席的办公室 他要问是怎么回事 如实说 明白 好 局长 陈超 我让你调查汪土地的儿子撞死人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已经查清楚了 来 如实说 越详细越好 是觉得这样 带着你这帮人赶紧走 带着你这帮人赶紧走人 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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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都跟王土地说 俺们都是他老家的 都是没出武夫的情景 想吃大户啊 就你这样的 我一年见多了 赶紧滚蛋 你咋说话了 那 俺们这么大老远来的 你就同报一声呗 滚蛋滚蛋滚蛋 再不倒 放过摇你了 好 好 你放 你放 我今天 我正想见识一下 我看到他往土地下 他哪条狗有你胸 你还敢骂我 看我不收拾你 怎么打人呢 怎么打人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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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闻啥的 没闻着 没闻着 啥意思你这是 啊 香味啊 姑娘身上的香味 呵呵呵 马屁味吧 你 你采访到什么了 能让我看一眼吗 当然啊 给 给 给 哎 贵爷你去去干嘛呀 贵爷你去去干嘛呀 我贵爷 哎 你 别让我再看见你 再让我看见你 什么 我饶不了你 走 哎呀 贵爷呀 要干什么 好 我贵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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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命了 好果不打到 躲开 咋说话了 好姑娘可不行骂人呢 你看 就是这位 刚才我在门口碰见那个人 就是你吧 你就是王土地的鬼女 你谁啊 我叫吕大仲啊 我跟你爹是老乡 我也刚从河北老家过来的 在老家我都听说了 你爹当初就靠这鼻子好使 现在在后套成了财主了 那是因为我生得比他晚 我要是生得比他早的话 那就没他王土地啥事了 真的 我这鼻子比他还好使 你看你刚才骑马 你从你家门口一过 我这鼻子就把你给寄出来 你狗鼻子的 咋又骂人呢 你来问我干啥 我 我们这不是还有好几个人一起来吗 这一直饭都没吃上的 就想上你家去见见你爹 拿去 自己买饭吃 你看 是银元 咋的 啥意思 打发要饭的 我告诉你就这钱 这钱我先守着 我告诉你 我肯定会还给你的 你别说不用还 现在你赶快带我去你家 我要跟你爹谈正事 我们俩要商量一下 以后我俩一起在后套 开局种地的大事 你不懂 你快 你 我过来 过来点 不给你爹点教训 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王土地这闺女 烈啊 无量 你看 我给文主编写了封信 你先看一下 云霞 刚才沈政府来海 我被骗用了 真的 太好了 还是在肯务局工作 我听采访过省府的一些记者 跟我们说 肯务局 可是咱们省府 最有权势的一个工作单位 而且掌管着全市门龙耕水利 聂霞 我明天想回包头里头 你跟我一起去吧 还是你先回去吧 我需要在后套多待些日子 最近想要通过一些采访 了解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况 什么重要的情况 通过采访 我得知王土地的一些手下 暗底地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已经约好了一些人 想要了解得更详细一些 云霞 我觉得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 我放心不下你 而且光是那个王贵音 就够你收到 他只是说说而已 你以为他还真的能害我不成 你根本不了解他 他从小被交换坏了 那是说一不二的 你放心好了 我心里有数 我帮你收拾一下东西 我帮你收拾一下东西 咋了 出事了 是不是王土地知道了 眼下还不知道 可我怕夜长那么多呀 你竟瞎操心 他目前儿子的事还搞不利索呢 他顾不了那么多 你别害怕 你知道吗 最近随便报社来个女婿的时候 整天在后她瞎晃悠 得瞎问啥 我这心里有点含糊了 记着 啥记着 就是黄无量未过门的媳妇 王种子撞死那女的 她闺女 是她 你刚才说什么 她跑后套去了 有些日子了 她这是冲王土地去的 可别让她拔出萝卜带出泥啊 所以说呢 我才过来找你讨个主意嘛 那你赶紧回去盯这个小娘们 我还得去警察局一趟 你赶紧去 赶紧走 这是跟谁啊 脸色 这么难看呢 王土地这个王八蛋呢 他是摆明了把咱们放在火上烤 为这事局长可找我好几次了啊 你说 你让我怎么过这一棍 哎呀 您先别上火啊 对 这都是想不到的事 我们按照你的吩咐 去找了报社的总编文俊 他满口答应把这事压下来的 你都收了 可是谁知道这事弄成这样 你看 我可不管你什么文俊武俊 我现在就问你这事该怎么办 告诉你啊 我要扛不住了 我可直接去拿人 哎 别别别别 哎呀 千万可别 哪能这样啊 是不是 什么 你看 孝敬你 孝敬你 哎 装起来装起来 让人看着不好 啊 对 收起来 那这事我脑袋上顶了多大的麻烦呢 知道知道 哪能不知道的 心里有数 有情厚补啊 有情厚补啊 哎 这次来还想向你请教一下 这后面的事应该怎么办 哎呀 这个 孟敬顶踢的事啊 我先替你压着 哦 撞死人的事既然已经说出去了 就没有谁再敢遮掩了 哦 办法嘛 有一个 民不举 官不举 只要死者的家属不来闹事 我就当没有这回事 是 是 那是 快走吧 走吧 别让人看着啊 赶紧走吧 我走了 好好好 把门带上啊 哎哎哎 干 走 哎哎 局长 这这这干什么 局长 哎 哎哎 上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身为警务人员 执法犯法 最佳一道 局长 局长 我 情况我们已经基本搞清楚了 你还是一五一十的交代吧 我可以放你一幕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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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说 我把我知道的都说成 oks 跟 说 说 做 滚 滚 黄太太 今天我带着全家 把人给你带来了 上次你们全家 披麻带笑 把我堵在了家门口 让我说出实情 我没有说 让你们瞧不起了 今天 我带着全家来赔罪 撞死人的王主子 我也带来了 那篇声明呢 你们都看见了 那是云霞姑娘的上司 文俊先生提我写的 开始我找她呢 我就想把这个事啊 给压下来 没想到 她给蹬出来了 一开始我很恨她 后来我想明白了 人家这是为我好 这是在帮我 这种事既然已经出了 想躲 想躲 是躲不过去了 越躲 越麻烦 说心里话 我是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 我就想把这个事情说开了 我这心里的包袱 也就写了 也就写了 儿子 给人家下个贵 我不贵 还咋能咋办呢 你不贵是不是 你不贵是不是 好 爹 爹 爹 我王徒弟是个农民 我这辈子跪天跪地跪父 今天 我在你这个晚辈面前下跪 我替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向你们全家赔罪 向你死去的娘子 赔罪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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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夏姑娘 自不教 不知过 王种子能有今天 全是我把她给管坏了 她是个混蛋 可她就是再是个混蛋 毕竟是我的儿子 我求求你 你看在我这个老汉的份上 你能不能发发善心 你高抬亏手 你不要让她进大牢 从此以后 你让我们干神 我们就干神 我 你 你 可能不会原谅她 没关系 人我给你带来了 你看着处置她吧 我 你 你 你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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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都回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知道客户局是干啥的 他是专管挖曲众跌的 再说了 金森水的外申如清贤 在客户局当局长 我相信只要我跟他核心 那王土地在后套的好日子 就算到头了 娘 杀死一个人太简单了 我是要王土地加倍地奋怀 扯磨死的 扯磨在外多小心 对了 等到了包吾之后 一切安读好了 给家里来通信 大家啊 都点击你 放心吧 娘 云霞 你来一下 这两天你忙完了 赶紧去包他吧 还有 你会碰上王国英 千万别动气 你咋能扑扑妈妈的呢 我知道了 放心吧 快上车 你好 走了 自己小心 走了 少爷 慢走 上回来看看 慢走我们的 走了 走了 记得来信 好嘞 插手 今天晚上 江小姐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约好个人采访 采访 就是找人聊聊 这我懂 去哪儿啊 远不远啊 不远 就在西坝 西坝 那儿我熟 刘三的底盘 怎么 你也认识刘三 是堂堂以前的一个手下 熊兄弟 怎么 有事啊 回来再聊 时间来不及了 我先走了啊 好好好 慢点啊 最冷啊 我太饿死了 这么冷啊 他不能在家呢 还有一个摩执 大舟 你就会吹 说你鼻子好使 跟着你 就像跟当夫王主帝 我们听话跟着你 都会饿死 我告诉你 你跟着我 不是跟着当年的王主帝 我的鼻子比他还好使 你信不信 不信他们试试 你别看啊 你猜 是男生吗 怎么样 猜不着啊 女的 还是个漂亮的小媳妇 对不对 别说 这家伙还真长了一个狗鼻子 你才是狗鼻子呢 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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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早把他抓起来了 这些娘们知道咱们时间太多了 我怕他万一把这个事情 蹬在报纸上 或者让王土地知道了 那咱们麻烦就大了 那你想咋办 我这不找你商量吗 要不咱很信把他 你疯了你 杀人放火的事 那是轻易能干 那你说怎么办 这日子久了 没不过他温度强啊 这么着吧 人既然已经抓了 先把这小娘们关上几天 吓唬吓唬他再说 好 走 你们都看好了啊 夫人 夫人 慌慌张张张的去盖家 段爷 出事了 江小姐总马人出去 他现在还没回来呢 还没回来 我这天天他门出去 我还见过他呢 你说这几天不过 哎呀 我这城城水学学好 一大大大小就找去了 夫人 您别动 别动 我这能不起吗 这无量是刚刚走 云霞要出来的啥事 他们在埋怨锁呀 夫人 这江小姐是记者 她喜欢见人聊天打听 那也可能跟谁聊高兴了 那就住下了 这咋可能 她一个大姑娘家的 哪能说说在外面过夜就在外面过夜 这样一定是出事了 夫人 我这坐着车兜着圈的找 都说你没见过他 你说这可咋办呀 哎呀 他急死了 哎呀 这样 你拿他看他家 我去找他啊 夫人 我想起来 想想想出去的时候 说他要去西坝找人 小孙孙 西坝找我吗 西坝 没有 他从西坝 他说因为了人在西坝见面 他这疼不来后套 他能见识谁啊 就是啊 他能认识谁啊 夫人 您并非着急 在家带着 我去找 我请慢快 好好 并休息大会告诉我们啊 放心 这急死了 你找我 我刚才看了一下照 一年年了 种子没从咱们家拿一分钱 你觉得可能吗 你说你这老头可真够难伺候的了 儿子从家里拿钱乱花钱 你骂他 这儿子不拿钱了 怎么了 心里又犯嘀咕了 这小子我太了解他了 他是花钱如流水 他不从家里拿钱 他肯定会从别的地方拿钱 你把他叫来 现在别去 他还没起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睡觉 你就宠他吧 你就惯他吧 早晚有一天 你会哭 你把他叫来 你说你跟我喊得着吗你 儿子成了这样 咱们俩拍开胸脯说 你说是 是怨谁呀 是谁呀 小时候整天抱着孩子说 种子呀 你是带坝的 以后我们这老王家都是你的 你就是老王家的天 这现在又怪我了 到底是谁宠的 你自己说 行行行 行了行了 别说这些不着四地的话了 你不去是不是 我去 干啥剩下 我有事 你回来回来回来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讲 我整天看不见你 想跟你说说话 咋就这么难呢 哪里是难的 你穿 拿着干啥 玩 这是随便玩的吧 万一走了会儿 把人给打死了 你还不嫌咱们家乱呢 我心里有数 您别吵醒 你有个神数 你啊你啊 就不应该叫王贵英 那我叫啥 木贵英 我还慌呢 人家华木兰提护从军 你替你爹做事了吗 替你打野兔子 我的孩子 咱家有的是肉 我不需要你打野兔的 不需要 你别以为你整天干圣 我不知道 他们都告诉我了 他们都告诉你们了 说啥 你先给我放下 放下 放下 那些不听话的群工和电户 给点钱赶紧打发走 男二爷 无毒不丈夫 这总是这么遮遮掩掩的 也不叫事啊 再说了 那小娘们 他也是王主席家的仇人 咱们把他做了得了 不行 你没看王主子 不小心撞死个人 惹下多大麻烦 要是敢在后套 杀死个人 那王主席知道了 非得霸了我的皮不行 你少跟我回来啊 照我说的去做 哎 你还没心肠 屁事都干不成 段爷 什么时候把泥吹来了 刚刚走的那是两满仓吧 你们有事 我们就是路过 大事招呼 三兄弟 我跟你打听个人 一个女记者 叫江云霞的 你见过吗 谁 个子高高的 脸圆圆脸 挺白信的 是个城里女孩 见人就打听善 还喜欢忙本子上寄东西 那可是堂主 没过门的儿子媳妇 我没见她 没见过 不能吧 她昨天还跟我提起过你 说起过我 这有点不可能吧 她昨天说 在西巴约了人见面 到现在都没回家 所以我才来找她 你说 一个大活人 她怎么会丢了呢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记者 到时我帮你问问吧 刘三 你没跟我说实话 段爷 我啥时候会骗你呢 你跟我这么多年 你那点毛病 我太知道了 一撒谎 你也是这四处张的 段爷 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女记者 对了 我要到杨树狗公地去的 那李军王还等着我呢 走 走 错了 杨树狗在那边 你说我这脑袋 这地方一空旷了 我是直转下 段爷 那我先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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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跟你提一个人 谁啊 江云霞 谁 你至于吗 再吐个尾巴上啊 一惊一乍的 江云霞 你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 你坐这儿 来来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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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不能把那个墙放下啊 啊 那个墙是你新年还是新年啊 咋的啊 你还得抱着他睡觉 孩子啊 要说咱家呢 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这个家的下人 这孩子呢 也是最恨咱们家的人 可是那天 他对咱们家 对你弟弟的态度 你都看见了吧 按说 按说 一个撞死人的凶手就在皇帝 他完想可以拿那把人刀往上头 可人家没弄作呢 愣是把你弟弟跟方 哎呀 通过这件事啊 我就觉得这个姑娘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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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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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说完行不行啊 奶奶 你先回来坐 回来坐 爹 我知道你想说啥 我不想听 你想听 你也得听 我是你亲爹 孩子 在这个世道上 婚姻有两种 一种呢 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另一种呢 就是私定终身 你看看你呢 两头都不摘 属于典型的 剃头的雕子 一头热 我的意思呢 你就别善喝这个事了 啊 成全其美吧 你到底是谁的爹啊 是我的爹 还是江云霞的爹啊 你的爹啊 那我怎么觉得 你像她的爹呢 江云霞放了主子一马 你就去不走 人家那边去了 像话吗你 你有没有听你了想过 黄云霞是我打扫去看上的 怎么到唐南城我家看过了 孩子 婚姻大事啊 得一样想情愿 抢你的瓜不甜 甭管甜不甜 这瓜我吃定了 你傻是这么的 这个世道上 就黄云霞一个男人了 你聪明 这世上 就要求你好啊 你别往我身上来啊 爹 我就想提醒你 别站着说话不要疼疼 说起别人事了 头头是刀 真要自己了是喊喊呼呼的 我告诉你啊 我的事我自己做主 你不帮我也就算了 别跟这添乱 走了 哎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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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这就龟云霞 啥呀 那声音大了 这阵子房里得有颤摇 哎呀 咱这个家 儿子儿子不争气 闺女闺女像个野小子呀 得了啦 种子起来了没有 起来了 满仓在那屋说话呢 你这个满仓理事 这么大岁数呢 整天跟个小屁崽子在一起 啊 一大早来了不来看我 先去看他 到底咱俩谁救啊 你跟我发这么大劳嗦也没用 你自己去看看吧 少爷 你别弄那个门了 你别弄那个门了 你别弄被评见了 闹了闹了 你怎么说什么平坏呢 把这闹闹得咔嚓吃的 烂人兴烦 夫人你别冲他发火 他要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夫人 阿姨 人找到了吗 没找到 这才 不行 我得赶紧去报官卷 夫人 会不会江小姐临时有事 回报头啊 不会的 再打车 他得给大家打个招呼 夫人 要不这样吧 我从心上镇上 他帮我上打电话 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夫人 我从小车去林康 然后再接着他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走走走 快快 快去二号峰会啊